Hello, 士彈在這裏 雷透在這裏 路德維這裏已經很誇張了 計算之前6間米線店 到現在是有7間珍珠奶茶店 雖然珍珠奶茶有分不同 有些奶茶店是沒有奶茶賣的 有些叫水果茶 總之一個豆腐這麼小的一條街 為何可以有7間珍珠奶茶店這麼誇張呢? 還有哪7間呢? 荃灣路德維本身就是一個簡單的小型社區 後來食店越開越多 成為了荃灣有名的食街 路德維這個食區其實不算很大 只是短短幾條街組織 最出名的是什麼呢? 就是物以類聚的食店 開一間米線有得做 於是就有2、3、4、5、6、7、8間出現 糖水埔連住的都有3間 泰國菜出名之後 又會有2、3、4、5、6、7、8間排著對開 就算買5元的豆腐花 都可以對著幹在你旁邊開店 這次我們的主角是7間珍珠奶茶店 各位先生,想當這個女台的分別就是... And His name is John C Cup of Tea 這間開了兩年以上 粉紅色的裝修 門口有些打卡位給大家拍照 但我經過很多次都沒有勇氣去光顧 茶裡士 它是主攝的茶葉和茶底 它有很少種口味 如‧aeな font 還有自家鎮的活原石 oppressed 原來發現全香港生成7間分店 花善木蘭 台灣藝人 Nono 所投資的 有奶茶、有水果茶 台灣茶你每一都找到 梁慎吉時 都是台灣藝人納豆所投資的 波爆還是豬爆?我不懂得讀 黑糖厚鮮奶是店內的主打 青玉 青檸系列或青茶系列我是常客 因為它夠青、夠青 但珍珠奶茶真的沒喝過 冬喜茶 在大陸買到滿堂熊的水果茶店 在大陸就叫喜茶 在香港就叫冬喜茶 專賣不同水果的主題茶 但冬喜茶在香港有官非 官非外間盛傳說這間不是那間 那間不是這間 這間是抄上面的名字 而香港這間又不是那間 而是有買了經營權的人 將冬喜茶的技術和資料 COPY & PASTE 開了另一間叫Mr.T的茶先生 老虎堂了 在同學灣排隊排得出名 黑糖系列買到全香港人都認識 黑糖波爆口鮮奶 但在台灣先前就被人踢爆了 所謂的手炒黑糖是不存在的 其實都是焦糖上色又或者是其他現成的精製產品 但這是無損香港人對他的愛 好美味呀 排隊的東西留給他做 我在這時候就跟大家講解一下 其實什麼叫黑糖 而黑糖和焦糖有什麼分別呢 免得我們香港人喝完下肚後都是 稀糖、焦糖、沙沙分敷清潮 這樣就麻煩了 其實黑糖和焦糖除了顏色相似之外 其實就沒有一樣東西是相同的了 而畫面所見 就是台灣的造糖公司的背後工作時候的報序 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 黑糖是不會用精製的白糖去做提煉或煉造的 最主要的成分都是蔗糖 就是大家平常吃蔗的蔗 容易點理解就是把蔗糖濃縮 但由於在加溫的過程中 有時候糖對加熱的反應有點不一樣 有些可能會深色一點 有些可能會淺色一點 當淺色的糖或沒那麼深色的糖凝固之後 就會成為蠍紅色 就是大家眼見的紅糖 而深色的會呈現苦白色 甚至是最後眼見的黑色 就稱之為黑糖 焦糖其實就是一點都不甜 而焦為何所謂焦 就是因為焦 市面上吃的焦糖都是用白糖或精製糖做出來的 而當我們用火槍或焗爐高溫焗的時候 裡面的糖分會脫水 由於它不甜 所以在工業上很多人都會用焦糖去教飾 甚至威士忌都會用焦糖去教飾 現在市面上,特別是香港人 聽過最有名的黑糖的地方 就是日本的沖繩 買到了 他叫我們一定要熬暈才喝 我就熬了 這是黑龍波霸奶蓋的花 花鮮木蘭 對呀 很飽的 很甜的 但是也叫做 因為我們剛剛拍的影片是下午的 應該可以了 哇 洗腎 甜到這樣 我們是不是正常甜了 你有沒有點小糖 沒有,正常 因為我喝過老古堂了 你覺得怎麼樣? 和珍珠奶茶都分別 不知道沒有 喝到什麼特別好喝的地方? 沒有 我只知道職員特別年輕 其實這條街前身還有共茶 但香港人除了買不到樓之外 其實什麼都買得起 以前的18元可能太便宜了 現在最好是貴一點 麻煩給我一些好一點的材料 40元也不要緊 最重要是足料 以及杯子要漂亮 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請支持我們 多多Like 多多Share 多多Subscribe 訂閱一個 你們的支持就是我們出片的動力 老套也說 多謝點閱 下條影片見 Bye